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星期二的下午4時10分 歡迎大家來到屬於這個時段的新節目 健康大數據 其實我們星期五也有的 但是就一個10分鐘左右的時間 現在就有1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講講關於健康方面的訊息 我們的嘉賓趙宇威趙博士 是一位很出名的藥物的研發專家 他同時也是健康方面的有好心的研究 同時也是一位數據的達人 我們就趕快連線趙博士先來聊聊天 Hello Ryan 你好 第二次 新年第二次 亦是在網台上 之前五個是在AM也有的 但現在是在網台上 時間長了 可以更加詳細地分享一些健康 我知道你有很多研究 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但你也是做一些數據方面的研究 是數據和健康相結合的研究 是啊 其實數據可以說很多東西給我們知道 譬如一個人病不病 不是看他健不健康 很多時候看他預料了些什麼 還有他小朋友的時候 他亦都有沒有病過 有沒有什麼情形 這些是說不定的 不過越多些資訊 我們就越清楚 其實病不是一個問題 是如何痊癒 以及如何病發 去形式 例如發燒 你可以吃退燒丸 但亦都同一時間 你可以控制到發燒 而令身體健康 是如何由他發 不過控制住 水份足夠 情況足夠 讓你身體學會怎樣打仗 發燒 我以前有聽過一個說法 青春期的時候發燒 好像燒一燒就高一高 燒一燒就高一高 就是那個身高 這個沒錯 這是真的嗎 真的 不過如果你70歲 又不會發生同一件事 你不會發覺 70歲發燒一燒 所以不是燒一燒 是燒一燒在哪一段時間 可以影響很多東西 既然說起燒 你知道生非智 因為我們的題目 一直在說口 我個人的口 就擴闊 你知道牙齒 除了酸的東西 會影響牙齒 譬如菠蘿 橙 檸檬 青檸 士多啤梨都會 除了會影響到牙齒 會有多機會變成 再加上 如果你接觸酸的東西 特別和橙類的東西發生 很多時候都會有生非智 即是說 其實你吃酸的東西 不僅是會腐蝕 那個牙齒 那個 我們上次說的那層 類似保護層 那樣的東西 enamal 沒錯 亦會令你更加容易生非智 這兩樣東西 是否有聯繫 都是和果酸那方面有關 有呀有呀有呀 所以有些人吃菠蘿 是不能吃的 因為他發覺他會很刺激 生非智 或者舌頭會 生非智 可能會 但是橙 很多人都想不到橙 檸檬和青檸 是一些高風險的東西 是嗎 因為橙其實很健康 很多人都覺得 吃橙是健康的事 其實想不到 都會有這個風險 是呀特別在那個 在那個世上 那個那個 留意那些人怎麼說 譬如有些人會說 吃橙不好會咳 或者咳不好吃橙 是嗎 聽過這一句 嗯 現在今天也聽過 吃橙會生非智 所以你就會 咦橙不是那麼好 為何你覺得那麼好呢 那些人可能會回答 維他命C 是嗎 是呀 是呀 但是 維他命C 雖然是一種酸素 它有其他的情形 其他東西在橙裡面 會影響 我告訴你是什麼 是會影響 減低康復能力 嗯 即是說 如果你的身體是有生病 或者是怎樣 你吃橙 它的維他命C 和橙裡面其中的另一種東西 結合就會令到你這個病 就會慢一點 是這樣的意思 是呀 慢一點 好像玩遊戲機 如果有一隻東西 遇到之後 你的康復能力會減低 可能在那段時間 你遇到的東西 就你病多於別人病 是這樣的 那這樣說 吃橙又變得不好 是呀 所以如果只有十分鐘 去說 例如星期五的那些 在AM那裏 你十分鐘就說 橙好不好 好有維他命C 然後在那裏斷了 你就會以為好 因為維他命C 但是如果你給我說久一點 就說 它雖然有維他命C 但是它不是很好 因為它影響你的康復能力 如果可以的話 都避免吃橙的維他命C 寧願吃一些 例如藍莓的維他命C 例如藍莓會好些 哦 是的 是的 可以在這裏 更加詳盡地說述 為何好不好 也可以說起其中背後的原因 就是 我們有一個 整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分享這些 健康背後的訊息 其實說 這個 寧願 如果你需要涉入維他命C 可能用其他的渠道 就比食橙更好 例如你剛才說 吃Berry 或者是吃其他 還有沒有涉入維他命C 才是比較好的呢 有 杞子 Markyberry 甚至玫瑰的Hip 剛剛在玫瑰生出來 那裏也好 另外有些赤梨子 是一種叫Acerola 的Cherry 也是很好 Aamna Nondi Nondi 以前的人用來減肥 巴西那裏有一個叫Acaiberry 也是很高 維他命C 還有就是Mulberry 這些就是蠶蠢食的食物 它的醃也是很高 維他命C 桑葉 沒錯 所以這些 藍莓 還有一種在美國中部 叫Alderberry 是很高 維他命C 但是不只是看維他命C 如果你只看維他命C 就會變成了 就只偏了一種 你想想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種 它們都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還有它的樣子也不同 顏色也不同 全部都不同 黑莓 黑莓也是很好的維他命C 所以如果你只偏 只是它的維他命C 你就會忽略了 有些叫做Fytonutrient 它殖民裏面有其他營養的物料 我們未曾明白 未曾研究 不過 所有我剛才跟你說的 在傳說裏面 都有人吃了之後 對他身體的康復高了 由剛好的維他命C 沒錯 但是我們剛剛說到 這個橙 如果吃橙 反而是會令身體的康復能力 是會變差的 橙就很有趣 橙就很有趣 橙就出名 橙汁 很出名 你真的不用跟它賣廣告 橙汁 但是有些人 就會說 我喝完橙汁 關了飛滋 有些人就說 我喝了橙汁之後 我喉嚨不舒服 有些人就說 譬如華人 很多人傳說 如果咳嗽就沒有吃橙 咳嗽的時候就沒有吃橙 你想想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經歷了 看到 然後寫下了 告訴別人 現在我再搬一堆Data Set 就是 如果這些數據 這些大數據 是關於 飛滋可以叫做 口的繪揚 可以叫做這樣 但也可以是爛咀 即爛開 根據嚴重的程度不同 對 譬如濕疹都是爛開了些東西 然後不埋口 很久都不埋口 所以有些飛滋 我不是傳給你今天早些時候 有些飛滋 是可以嚴重到 是同一時間六七顆 當然是小可 還有些還要有疤痕 但我們從飛滋角度說 還有些什麼飛滋不能吃 或者會引致飛滋 就是番茄 這些呢 回來再說 好 先去廣告 好 我們回來第二節 說說這個秘致的事情 好 理想生活 要多點顏色 無論任何顏色 材料 價格 同年都可以幫你 顧客可遊覽我們的網站 我今天就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明天和惠儀會宣佈給大家聽 究竟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令到有件這麼精彩的 特別的新聞說出來 就是明天的Live 會說的 星期三 那麼巧我們美國這邊 新澤西州 希望可以跟你們錄光 現在外面打大風 下大雨 隨時停電 不知明天有沒有事 但是已經是整個州都有警告 因為外面有機會幾條河會水浸 我們知道有很多這樣的情形會出現 待會我就說這個番茄 番茄 其實是很少人知道要批皮和去核 但核又不好吃 皮又不是特別好吃 這些全部有殺蟲的成分 蟲吃了這些成分之後 會吃對方的 蟲吃蟲就很不合作 大家應該是吃那棵植物的 這些就是我會跟Ryan說 等等 健康大數據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 潔博士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碑枝 我們繼續講一下這個 關於這個碑枝 怎樣可以吃橙呢 更容易生成碑枝 你想想一下影響你的康復能力 我們繼續長談去影響康復能力 還有什麼會令到生非枝 可能這個 你這條題目 這個叫Question 慢慢可以顯出來了 番茄 又是吃了下去 會有生非枝的情況 番茄 我們講的上一天 這個番茄的酸素也是很高 酸素高 皮有毒 可以做殺蟲 核有毒 但是 但是 其實番茄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番茄有一種好的成分 對身體好的 叫Lycopene 但是 那個Lycopene 含在番茄裡面 當你不去皮不去核 就 例如一個男人 對你很好的 但是他會打你的 發怒的時候 或者他會賭錢 那行不行 可以這樣嗎 是很多情形 可以發生 或者他會滾 可能是這樣的 那你會變成 這樣會有些問題 我現在講一下 番茄的問題在哪裡 當然他有一個Lycopene 是好的那一面 就是很多人說 因為一有好東西 就有很多人說 但是如果你放上 去核 因為可能有部機器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 但是 有一件事 是意大利人 肯定是去核和去皮 你平時看到 它的番茄汁 不會有些核在裡面 這樣就變成 好了 還有沒有殺傷力 有 就是做非支 為什麼會呢 因為放在薄餅上面 當你焗的薄餅的時候 薄餅就會硬很多 當你吃下去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過 就是會刮喘口 是啊 你心有體會 即是說吃薄餅 有時候吃到很吵架 弄到嘴巴又損又成 又硬 那些薄餅的皮 吃完就很容易很不舒服 還有第二天特別容易有些 口腔溃揚 是的 這個溃揚 如果萬一在喉嚨裡 弄得出來 那就喉嚨通了 嗯 是嗎 如果下了一個胃 那裏 剛好是溃揚 就胃通了 是的 那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看看 究竟番茄有沒有這些數據 一看 是 根本上是一個普遍的數據 是 是 加上薄餅 就很厲害 可能油也不漂亮 然後 可能剛好對面粉有些敏感 因為 這樣嗎 大大的 是的 變成了幾樣東西 加起來 敏感麵粉 你不會整個口都生在飛機 為何會有些地方生 就是在那個地方製造了一個軟弱情況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一些飲用的東西 都會令到除了橙汁 因為吃啤酒很少喝橙汁 所以 你喝汽水 汽水會製造飛脂的 它也是碳酸飲料 有酸性 還要很酸 還有它有些用粟米製造的糖 它的全份是用熟米製造的 是的 如果你是 在那個情況裏面的身體 例如剛好早上喝完橙汁 然後下午吃了披薩 然後 然後 刮傷口 可能 一來就來 飛機一來 通常 它會 開始 小小的 痛痛的 之後它就會一路 抹開 一段時間 然後 去到最大的位置 然後才收縮 通常要14天 才可以完全沒有 對 在那個情況裏面 如果剛好 我又說說一些東西 會否有飛脂 酷牙 酷牙 放一些鐵在口裏面 刮到自己 這樣又可以 即是有個傷口 對 例如把牙刷擦一下牙 即是很趕 把牙刷擦下去 刮傷了 也是會的 也是會有這個可能 還有高壓力 考試 噢 即是一個人 有壓力 都會容易生飛脂 對 有壓力 吃煙 吃煙會不會生飛脂 吃煙減壓 所以 剛好吃煙的人 就少些飛脂 真的嗎 這個數據很神奇 很神奇 但有另一種更加不好的東西 對 不要吵 對 我們只會說飛脂 飛脂 吃煙會少些飛脂 是不是就去吃煙呢 我們要等下一次說廢才行 我們繼續說難這個口的東西 荷爾蒙變化又會有多些飛脂 荷爾蒙變化 其實是否說青春期 或者是女士們的生理期 這些都會比較容易生飛脂 男士的中年期也可以 是 更年期也可以 是更年期也可以 反而是變化 荷爾蒙的變化也會 還有 如果剛好有 我們現在最出名的 就是周凱薇的情況 如果有那些 也可以 也可以生很多飛脂 那些 如果有這麼嚴重的病 飛脂可能已經不是很大的問題 好事是 但很痛 你這樣生飛脂 浸在神經線 飛脂在哪裏最慘的 就是在口裏 而口裏 你在嘴唇上生 喉嚨上生 牙肉上生 全部都插在神經線上 痛到心情有些 為何那些心情這麼不美 這些就是 你想弄好那個 別人說你EQ高 其實EQ不是高不高 是你經常痛著 有人跟你說幾句不對 你肯定是 真的 對 對 也對 三卑枝的確是 容易令人心情不好 可能你上班也焦了臉 別人以為你有什麼事 其實就是三卑枝 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經常會痛 還有三卑枝 如果在嘴唇上變長 是因為口腔有很多神經 像剛才說的 就是很容易會令你特別 特別會覺得痛 因為你經常都會感覺到它 對 對 還有很多 有些人 他們經歷得太多 他們正常嘗試 好像暗瘡一樣 急爆它 即是壓爆它 嚇壞它 有些人有這樣的數據 有些人 缺維他命 他不吸收 有些人因為他吃的食物 是太多快的食物 可能他沒有接觸某些食物 即是單身 也不是 吃快餐多 或者營養吸收不夠 很多食物 可能他一開始吃快餐的食物 然後又睡得少 但之後身體壞了 現在吃好的食物 都不吸收 即是可以是這樣的 可以前前後後 說不夠 即是叫dificiency 哪些缺 缺Zinc 缺B12 缺Folic Acid 或者缺鐵 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缺鐵 什麼時候呢 就是 譬如女士月經到 那段時間不一定缺鐵 有機會有生 另外一個傷口埋不到 總之是在口中無法傷口 就是這些 即是血液 身體裡面缺鐵 就是要做血 缺身這件事,我不知道在身體內有什麼作用 但我們先停一停,這麼快就說出來 我打算留給你下一節再說 我們現在先停一停,準備回到第三節 在這個節目完結之前,第二節完結之前 就到了每一天的第二次問問題的環節 這個我知道很多觀眾,很多聽眾都在等這個環節 隨便說一句,但我問完一個問題,你先好打進來 不要說打進來就問你剛剛問什麼 我不會講的,我只會問一次 你打進來我就要你講答案的 好,那今天的問題就是剛剛三點到四點 這個歌詞的節目當中 他講了幾個故事 你只要給出其中一個故事的主題 給我一個鍵詞,那就可以了 那現在可以打進來 各位,是剛剛三點到四點 這個接冊二文錄的節目裡面 幾個故事當中,其中一個的主題 好,我現在有聽眾打進來 接一接聽他的電話 你好,貴姓 你好,貴姓 姓陳的 陳小姐 那答案是什麼呢? 我是講那個美人魚 OK 那些東西 是的,正確正確 非常快 陳女士你的反應 好的,那恭喜你 那你先不要吸線 我一會兒就會問回你的個人訊息 好,現在先去廣告 回來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好可愛 現在有得派展 這個世界我做了這麼多次都未試過這些 我先去開一點聲音 所以你聽不到 那生會做什麼呢? 就是叫做 support 那個抵抗力 你什麼時候需要吃生呢? 很多時候,因為整個身體有這麼多細胞 每個人都需要 support 那譬如,抵抗力要好 他就要用新的了 那然後,如果你缺 那他就在其他細胞裡拿 所以有時候要殺細胞 他為了拿些新的 另外就是,新是會令到那些 雙瓦可以埋得到 還有幫助普通運作 所以有很多,譬如雙瓮感冒的東西 你會見到他們很多時候加上身 但是因為身呢 很有趣的 他有很多種不同品種的身 那如果你的身體這麼巧 今天不想吃那個品種 而你在那個營養裏面 沒有另外的那些品種 又好像等於吃了等於沒有吃 所以你要有三種主打的身 是怎樣呢? 就是Zinc gluconate Zinc picolinate 和Zinc sulfate 三種額 GPS 在這裡 我正在讀這些 你在說話嗎? 我正在說一些 你先說,現在就可以了 你不是在那裡 因為我怕我剛剛的電話 已經斷了,沒事沒事 那一會兒再繼續說 好的 先斷了 好 2024年1月1號開始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聲網絡廣播體驗 我下次不要做這些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回來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剛剛我們就和趙博士說到 這個人體中有些元素 是有不同的功用的 例如剛剛說到的 就是剛剛想說的 是第三節再說 但是趙博士已經說了 是這個人體的康復作用 是嗎? 對,康復 Wound Healing 以及抵抗需要打仗 是其中一個大資源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減糖 今時今日 都會放 其實他會放維他命C 他會放在身體內 因為有很多數據關於這件事 OK 就是說 剛剛說到維他命C 兩者都是對身體打仗 抗病毒這方面是很有好處嗎? 對,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有好處未必對商業性有好處 例如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你買一些很貴的維他命C 例如剛才我剛剛說的那些植物 又Kamu Kamu 又Marki Beric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身體 我們又不懂得跟細胞溝通 是嗎? 如果真的它跟你說話 你就會嚇到 所以 嚇到 對,你會說 那吃哪一種好呢? 很多時候我們吃一隻 單一隻 吃一吃 身體的細胞有性格 有些細胞欺負對方 就是有這樣的 那不是說 越多越好 你找一個人很喜歡你的 Ryan 但你很不喜歡他 會發生什麼事? 我明白 所以如果你每天給 例如每天給狗吃同一個狗糧 可能其實牠在這裡很不喜歡你 因為已經吃了很多年了 每天都是吃那一餐 所以你跟牠溝通不了 牠真的跟你說 你會說 你知道嗎? 第一年我住在這裡 已經受不了這些事情 所以 身體需要維他命C 這是肯定的 因為牠做過一些數據 看過 但在哪裡拿的維他命C 剛才看到橙有這個問題 但在柠檬裡面 你又不只是不斷吃一隻柠檬 因為剛才我說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身體是怎樣 但你不能跟牠溝通 身也是同一個問題 身可以令你的抵抗力有彈藥 有資源 但牠需要三種不同的身 哦 三種不同的身 對 因為隨時要拿 拿到那一隻 那一隻不適合 要用第二隻 就像入子彈一樣 就是你現在那支槍 那個都不是AK47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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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那一隻 最有效的三種 在數據裡面 一個叫Zinc Gluconate 另外一個叫Zinc Picolinate 和第三個叫Zinc Sulfate 最好就是三種都有 誰知道現在你喜歡用什麼槍 有些人不喜歡用那支槍 那些細胞、抵抗 又有性格又有爭執 每天都不同 自己都打架 對,自己都打架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做什麼 就拿另一個細胞命 因為細胞裏面有這些成分 哦 這個就是 所以如果有病毒 你又沒有抵抗力 或者沒有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 蛋藥不夠的話 可能自己體內的細胞 就會打死自己體內的細胞 反而會令病情更加嚴重 特別如果有些病毒 是趁著那個時期 想侵入細胞 控制它之後 製造病毒 需要世界的圖章 去整理它的細胞 那你死的細胞 又拿著那些細胞 那就適合了 我們進去侵入它 對病毒就會越來越厲害 那會有什麼情形發生呢 就是口中的喉嚨 首先是有菲脂 然後就蓋上一些痰 看它後面 白色的痰和黃色的痰 在喉嚨的那個 你去看醫生時 照在後面 看到那些東西 對 有這些東西 譬如菌 究竟有些什麼 有什麼怪情況 如果有菲脂 你知道他們找到 就是有菲脂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有心臟病的跡象 在口中 即是兩者在數據上顯示是有關聯的 是的 有關聯 還有 你在那裡停止 痰不好 口腔不好 就有這個不奇怪 但怎樣才知道 原來有另外一種細菌 不是說病毒 而是細菌 就是叫做 Porphoromonas Gingivalis 你說什麼來的 拉丁文 它是會做什麼 但是在2019年1月23日登出 全世界都知道 不過你可能沒有看這份文章 就是 他們發現了這個細菌 這一隻 是跟老人癡呆有關 是 53個已經過去了 老人癡呆的病者 不同的層級 全部一看一看 口中的牙 和牙肉 全部都有Gingerpain 就是這隻細菌 沒錯 原來會上腦 這個細菌 跟口腔一樣有關 是的 就是了 這些通通都有關的東西 你想想 如果我不早點處理口腔 搞到會不會老人癡呆呢 那你會看到這件事 你會說 但是有些 有些細菌 很多時候牙齒 揭不住 會脫掉牙 去到70歲 50歲 就要換了一套牙牌 一套假牙裡面 仍然有那些細菌 只不過現在他沒有扔 即是沒有扔在口中 發揮 對 那他就上你的腦 所以這個 這份文章 我一會兒就扔上Facebook 在Facebook的人 就會看到那些數據 我會選擇他 那你說 哇 那不是很危險嗎 講說好像這個 牙的 口罕官員 我們剛剛講這個 病毒的細菌 究竟 剛剛這個就是細菌 是的 那這個細菌 如果他說 如果你沒有牙齒 即是有些老人家 可能會扔了牙齒 他配了假牙齒 那些細菌 沒有辦法躲在牙齒 他就會去到上腦 就會令到 有可能更加大的風險 會出現這個 老人癡癌 之類的症狀 是的 可能是這樣 這是一種可能性 因為我們可以做 偵探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 在你的口腔裏面發動的時候 你已經有這個老人癡癌 他又在上腦 即不一定是 前前後後的 即不一定是 這個令到老人癡癌出現 有可能是 他是老人癡癌出現的 一個徵兆 即是很多人 即是那些文章 即是那些文章 而老人癡癌 有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會忘記做些事情 那你就忘記擦牙 你又忘記去用牙線 那些細菌 就更厲害 更厲害 這是惡性的循環 是的 惡性循環 變成你通常有癡癌 你知不知道是不會去牙醫的 因為痛 一般都不會 你去看牙醫 你去看牙醫 就是用來攪拌 痛成這樣 變成牙醫就不知道你有這些 那會不會說 那會不會說 以後去看牙醫 我跟阿姨說 我整天生悲瓷 那會不會說 跟牙醫說一聲 會好些呢 當然會 你說一下你的口腔的情況 起碼多些知道 還有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成分 叫做 Sodium Laurel Sulfate 簡短的acronym SLS Sodium Laurel Sulfate L-A-U-R-Y-L 跟著Sulfate L-S-U-L-F-A-T-E 而這個成分在牙膏裡 有很多數據 會令到有繪揚 在牙膏裡面的成分 會令到後腔繪揚嗎 是的 又有這些 那會越擦牙 越繪揚 如果有那個成分 所以也有牙膏 在外面沒有這個成分 你說還有人買 有些人是不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 聽了這個節目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希望你能學到東西 對嗎 成分好 我們一向都喜歡說 譬如有十個裡面 有幾多個 有幾多個 有這些 繪揚 菲芝 發覺成年人 四個裡面有一個 意思是他經常都會生菲芝 有 如果你拿一群人 隨時隨刻 有四個人 有哪一個已經生菲芝 沒錯 但是有多少個 在同一時間 沒有人做過這個數據 就是小朋友 就發覺 生菲芝 更密 更多 四個裡面有一個 很多時候 三個裡面有一個 這個也有可能 因為感覺是 我現在好像大了 反而少了 這個生菲芝 但我記得以前 好像經常生菲芝 二、三、三 那你記不記得 譬如我們以前 亞洲那邊 很多時候 就不用公筷 就這樣 就是用公筷 你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用公筷 為什麼你要我用公筷 為什麼你要我用公筷 這樣就很長時間 怎麼知道 這些數據慢慢走出來 就說 咦 有一種肝病 叫肝炎 就是病毒 變成了 大家就多了這個訊息 但之前已經傳染了 但今天你聽到 這個細菌的情況 會令到老人癡呆 這個呢 這個呢 亦都是 哇 下次那個筷子 要小心點 因為你怎麼知道 那個人的口腔是怎樣 這個 這個細菌 亦都是可能在筷子上 很多的 很多這些 所以我們 我們越是明白 原來有這些情形 我們要小心 越是要注意 是的 越要注意 還有另外一種細菌 是細菌來的 變成H-Helicobacter pylori 有些人叫它螺旋 螺旋 的 幹菌 沒錯 很多時候會令到胃痛 噢 這個又是另一種細菌來的 對 有一種細菌 那細菌為什麼這麼喜歡轉孔呢 就是因為它令到你有軟弱 它才可以去它的目標 要去那個 靈虛而入 對 沒錯 對 所以只是簡簡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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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呢 可以講到這裡 是的 好的 我們又去一去講 回來 還有最後一節的 健康大數據 是的 我現在不講什麼了 因為呢 講了可能 可能它一月一開始 就撞了 如果想繼續聽 那就明天繼續聽 明天早上 我的早上 我這裡的八點 即是香港的九點 九點晚刻 就是和陳偉儀那邊 是 明天很精彩 因為你聽到我今天的聲音 是怎樣的 所以明天一開 開那個題目 你就會看到我是怎樣的 經過了什麼情況 今天又這麼巧下大雨 2024年中國文化大會演 開始接受報名 民警假期一年十一日 帶大家到中國 瀏覽中原古都 欣賞洛陽茅丹花 品嘗美性文化 特別為青島聽眾讀者 讀家安排 招臨子 登峰、洛陽、西安、湖口、臨墳、平遙 全程入住當地最好的特色酒店 和國際五星級的酒店 特別安排洛陽半水籍、唐歌舞、餃子院等 還贈送學麵食活動、華夏鼓樂表演 綁了這麼久 既於是出發 4月15日出發 只是3,888元 包括金山流回機票 還能夠體現中國高鐵速度 強靜靜致電文極佳琦 415-876-7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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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體鑽助青島報星島中文電台 SFCVIC華鳳房客中心 家宇片國精彩門訓 膠片登報專門城市節奏 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回到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先跟Dr.Jill連線 Hey, 趙博士 Hi Ryan, 你好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關於口腔潰瘍 或者是生悲滋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 比較好去治癒 或者是預防這件事呢? 剛才我說了這麼多東西 避免吃它們 避免吃蕃茄 特別加上薄餅 這個很重要 這個倒盒一滴 不可以 一些軟的油炸了 你很多時候都看到是會這樣的 菠蘿、橙類的食物 包括檸檬 所以你說我喝一杯熱檸檸檬茶 你就知道不好 對牙已經不好 再對埃揚的情況 還有就是食尾精 食尾精會令很多時候生肺脂和癒養 這個也有關係 其實也沒有說是很不好 也算是一個中性的東西 是一種調味料 用了很多的 很多歷史在裏面 但是當你去看一個 data set 關於Mouth ulcer 你就會發覺 咦?它有的 有很大堆 因為用很多的 變成是否只吃它 而不是只吃它 是當它配搭很多 譬如剛才 如果披薩加了味精 應該不會吧 但是煎炸的東西 又會 而本身味精的製成 它會說是很天然 因為天然也有的 炎痴Glutamine 我沒有說一定要下 是當它製造的情況 剛好你的身體 如果有軟弱的 又有缺乏 那裏便會開始有這件事 所以在這些 data set 看 data 最有趣的是 你會看完所有的 甚至味精會令你對蕃茄 多了的不舒服 即是說你吃 如果吃的味精多 你會對蕃茄有一個不適 還是對蕃茄會有些敏感 即是有些敏感 是的 總之這個負面會變得更加顯出來 本來是可以沒有東西 變成現在有東西了 味精可以這樣 即是會放大負面的影響 是的 或者甚至是 如果吃的味精 本來胰狀的細胞 沒有什麼叫beta cell mass 可以令到它會減低 變成了引致到 將會有糖尿的情形 亦都有很多根據 關於這件事 那說法 吃的味精有很多 可能會引起很多不同的病症 症狀 問題是 如果你的份量算好了 就沒有什麼 但如果 譬如給你一包味精 然後你覺得沒有味精 沒有師傅 然後你就下一個 死下死下 你下多些 因為不是很貴的東西 如果那個人 又剛好就經常出去吃 這樣變成了很大機會 就是味精的份量過度 它涉及太多 因為又不貴 又可以令到多些人 加多些 對 味精很厲害 連煙都加進去 煙嗎 煙嗎 吃煙 沒錯 會令煙很微一點 有味精 這個也是第一次聽 所以 很多時候都是 不聽不覺 就會涉及了味精 可能是 所以你也說了 我每天看 這麼多這些不同的數據 就變成 首先你要有一個底 才可以看這些 否則看了都不明白 看了之後 哇 原來這麼嚴重 而何時搞到 要政府做些數據 是因為如果太多人 有些問題影響了 它那個 譬如剛好政府 是包了所有的醫療 通常那些政府 就會做些數據 去看看 哇 很不行 現在洗大了 為何會這樣 口腔、牙 譬如日本 做很多數據 關於牙膏 因為他們 不知道做甚麼 他們不知道做甚麼 牙膏那麼差 你去日本 你看那些超市 很多東西 即是甚麼的牙痛 那些問題 都在那裡 那你說 為何會這樣 會不會是這個 味精太多 因為我記得 味精就是日本人 快 應該說他們第一次提出 其中一個 你厲害了 我給你了數據 你都變成博士 你開始想到 有這個 有這個 還有甚麼 就是他們喝很多 有荷蘭水 有汽造的水 就酸性多了 是吧 所以最好 就是一天裡面 擦三次牙 睡覺 起床 擦一次 淋睡前擦一次 那兩次 但是吃完某一餐 如果你覺得糖分 或者甚至那個 剛才我說的不好的東西 如果接觸了 你就擦一擦牙 但是那個牙膏 你要肯定 是沒有 仔細選擇 沒有那個SLS 沒有了那樣東西 減低了它 是吧 那這個SLS 你買牙膏 你會不會在上面 看到它寫明 沒有這一樣東西 有些 其實很多沒有那樣東西 他都不懂得拿它來 不是拿它來做工具 不是廣告 是的 那些人都不懂 嘩 那這裏是甚麼 你知道嗎 這東西 在很多洗臉 洗碗 那一碟東西裡面 洗三粉都有落 而這些東西 這麼強 放在臉上 很多時候就會製造 乾頭髮 如果乾頭髮 你記不記得 口乾 又會令牙膏不好 如果牙膏令你口乾 那就變成了 你最好就是避免這個成分 嗯 嗯 那說到 這個是怎樣去預防 如果我有了這個碑枝 那有沒有甚麼小提示 可以說快點好 給你一個小提示 就是如果是剛好在嘴唇 那裏 剛好牙齒碰到它 那你記得 就是洗乾淨的手 然後按下它 要按下它 即是拿些東西按下它 如果你不按下它 如果是牙齒的嘴唇腫 即是有炎症 那你會說 我吃點東西燒鹽就可以了 太久了 軟水救不到近火 你最好就是用手指 洗乾淨之後按下它 它起碼 是痛一點的 但是它起碼 那個情況 它就會按下它 你不會再按多一下 通常按兩下三下 你試過 就是咬完一次又咬 嘩 真是慘 嘩 咬到痛到死了 對 就是你要按下它 因為它不懂得自己下 那你突上來 那個機會率 因為我們全部講數據 都是講機會率 現在你本來 是一百次咬字 按一次 現在按完之後腫了 那這個機會 現在是十次一次 是不是 沒錯 但是強硬按下去 會不會說 好像按爆 好像擠壓瘡 不是擠 是按 就是開著它 按下去 讓那個位置扁回一點 就是讓它按住 沒有那麼容易咬到 沒錯 不要灑點鹽 因為灑鹽 就沒什麼用 還會更差 但是你怎樣做 就是因為有傷口 你不會灑點鹽 你不要用牙刷拆下去 你按完它之後 你平時拿點鹽水 拿口 有些情況 是可以鹽水 再加一些叫做 Baking Soda 讓它的pH pH變回簡性一點 對口康有時的康復 又有好處 是有好處 是的 好的 那今天的時間 也是差不多 好多謝 趙博士今天分享了 關於卑誌 這真是很多人的困擾 我相信 好 我們下個星期 和趙博士再聊天 到時候 有什麼話題 可以繼續和大家聊 好的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各位聽眾 世紀郵輪大便利全身 歐洲之旅 英國和萊恩航號 郊輪13天 參觀英國 荷蘭德國 發國 甚至五國 收到線了 所以我們明天 8點8點早上東岸這邊的時間 亦都是香港的9點pm 我們這邊的8點am Eastern Time 而香港時間9點pm 我和惠儀想跟我說的那個 topic 關於身體一些狀況 以及遇到一些情況 明天我們繼續討論 我現在收席了今天錄下這個 topic